抵达了文脉功气不断的小城 安徽南部的铜城 大家好 我是Gary 今天是在安徽的铜城 铜城是安庆底下的一个地级市 文脉比较悠久 然后清朝的时候有铜城派 所以我也是规划路线的时候 看到铜城有印象就过来的 没有去安庆市区 因为安庆市区之前也是去过 铜城派主要就是姚奈 然后在之前方包 他们是大义 就是对文章要言之有物 就是不一定非得有特别华丽的词枣 但逻辑上 道理上 要比较严谨 是这么一个风格 所以能感觉到这个区域吧 它肯定是这种 理学啊 道学啊 这些 比较深厚的这个 沉淀吧 因为他们当时在清朝 包括现在 如果没有那个新文化运动的话 可能铜城派的这个 这一派呢 会对中国的轮潭 有更多的一个影响 现在影响 其实已经很多了嘛 我现在是准备去一个东大街 这条路也走错了 边路边走就容易走错路 无所谓 应该铲铲 看能不能绕过去 应该可以 铜城这个沿河的小巷 然后前面是一个古桥 您好 您好 问一下东大街是这条街 还是这条街 这条街 这是老大街 这是自来桥 自来桥 自来桥那边有一个 路中间有一个鼓子吗 一鼓子 那是鼓子 那个推手车 捏一个盘 这么推的 推出来 因为过往人比较多 都推出来的是吧 从那边 那边有一条桥子吗 人机车推出来的 好 谢谢 人机车推出来的 这是老街 老街现在没人了 是吧 老街现在是 不出好希望的 是 好 谢谢 这是东大街 老的商铺 老的店铺 有一点破败了 现在 铜牛 哎呦 挺好的 挺有味道的 还比较古朴的 老街 主要是一些老人在居住 老店 这边还可以下到 河岸 水还挺清的 有人在洗衣服 很生活 现在风开始大了 之后应该换上硬壳 软壳还是不太防风 回到了紫莱桥 在钓鱼 是吧 应该就按钓鱼 你按钓鱼 就按钓鱼 是吧 嗯 坐着 坐着吧 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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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都是有年头了 有点缝隙 哦 这个就是刚才大爷说的 车碾过的历史的因子 这些都是 能看见熬下去 以前也是 这个人头攒动的 商谷云集的地方 大爷这是什么呀 是萝卜吗 还是咸菜啊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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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烧 萝卜 险 然后 然后就是咸菜是吧 嗯 耶 做咸菜 是做辣的吗 赌 走 拿叶 做咸菜的 感觉应该好吃的 早晨十点 人不多 也算是修旧如旧吧 至少没有那种反光的大红气 有点像之前逛大同的那种感觉 大同老城修复的那种质品 这个现在应该就是在安庆的老城里了 现在基本保留城门 老城里的一些建筑还有 新建筑也有 北大街 东座门至西城门 县衙 同城中学历史挺悠久的 政治文化中心 相当于长安街 同城的长安街这是 同城商务印书馆 老建筑 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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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孩 挺好玩的 能听到学校的那个铃声 钟声 左家大屋 左家大屋 谁 老师 ans 十 喜 傅 现在是改造成篇文学、作家、作协 确实是同城派 你想历史上这么多文章 大家相用的文脉还是肯定得保留下 看一下 关上了就不进了 这个我估计是给上级领导参观来访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同城门雪 这真是趋境通幽啊 走到最尽头是卫生间 就在同城的这个北大街走呢 还是挺舒服的 老街保存的挺有味道 然后因为它现在都是还有不少居民生活在这边 它不是说一下翻新城什么那个老的旅游街区啊那些 还是很生活化 那这种的话就挺好 历史和现代的融合 但不少老宅也有点荒废我觉得 哎呦 这块是个景点 左中一公辞 我先看一下 左光斗 它这还在修缮 但是也是可以参观的 这也是家训 大家族都会有的 刚才那是左光斗 的故居 明朝的忠臣吧 最后明朝衰微的时候 也和那个魏忠贤对着干 刚正波的那种 它家族我看确实也是有这个传统 同中殿 这就到了同城中学 也是名校 确实在这种有文脉的城市 这种中学肯定是 比较比较厉害的 而且它在这环境确实是 就老城的核心C位 然后我要去吃一个 网上推荐的 它这块有好几家店都推荐 我先看看这红辣椒吧 饭屯 这可以选哪些种类 可能自己写 自己喜欢写 嗯 这些都可以加是吗 对 Subway有点 我就直接要烤肠吧 不要不要酱肉 吃不太辣的 要辣的 很瓷式的饭团 里面是各种小菜和肉 加了个烤肠 7块钱 这个位置挺好的 就学校的中口 嗯 20多年都在这里 嗯 那你们那边喜不喜欢 不要喜欢吃米饭 嗯 这个米饭挺简单的 一会儿 它是什么米啊 它是有香米 有莲米 哦 你是不是三元 混在一起 三元 然后刚才加了个肉 那肉吧 嗯 是那种 淀粉肠嘛 嗯 我觉得就是学生还是少少加那些肉 说吃点心态和优质的这个蛋白 什么 嗯 整体还行 就是学校门口的小吃店的水平 嗯 985自习桌 这下课补习的 安徽这边肯定是注重教育的 哦 又是985自习桌 刚发现漏掉了一家风糕店 回去找 去吃点 这一家 风糕 看怎么老板都不在店里 叫了好几事也没人 等一下 这 民风太春暴了 店里开着门什么都在没人 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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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时候吃 热的才能吃 那可以加热一下吗 这不加热 到下午才做 这个要不 他微波炉加热就可以是吧 可以 一分钟就可以 行 那我一样来一个我带走吧 这个一样来了一个 他没法现吃 他要加热 然后老板这边没微波炉 说下午才能加热 所以就算是打包吧 然后等路上看到什么 有微波炉的店 帮帮加热一下 一个House板 一个南瓜板 也算是这个地方的特色 学校门口的店 开了20年呢 这种都不会差 这也是家老店 十几二十年的老店 搞一搞 小分的牛筋砂锅 辣辣的红烧牛肉 快到中午 人已经不闪了 快十一点了 客观来说 我觉得同城吃的这两个网上推荐的小吃呢 好吃的 但是没有那么惊艳 我觉得属于 在北京我觉得也能找到的那种好吃的味道 哦 这是小学 小学中午放学了 家长都骑着摩托车了 这个电动车来接 就是同城中学这一条街走过来 就是同城文庙和同城的文化博物馆 这个城市文化气息确实很浓 刚才那条街上 包括北大街 就各种各样的文学类的社团啊 组织 嗯 这也是文庙嘛 还有风铃声 元代建的 明朝清朝都有 这扩建 哇 这上面还有柚子吧 这城市还柚子啊 哈哈 好多呀 同城的庙也是同城市博物馆的位置 左右都是展厅 中间应该是 嗯 大城店就是拜孔子吧 挺适合 学生来看 接受这种传统的教育 然后再买一根尘光孔庙祈福的 0.5笔信 哈哈 完美 哈哈哈 然后就可以去参加高考了 试图啊 试试关系 就是 中国藩 就是读了这个姚奈的文章 然后受他文风的影响 自称的 嗯 他不是直接的记得 什么呀 间接受影响 主要还方包刘大奎姚奈 对 对 对 他代表人物是安徽同城人 嗯 后来这个追随者全国各地都有 刘大奎他是纵阳是吧 过去纵阳是顺入同城内的 对 后来纵阳又画到同龄去了 对 后来那那那既是画分 但是文化是不够 对 他他当时纵阳画给同龄这个也挺 嗯 他本来就是同城派的这个 挺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明白吗 那人家领导要画个 那他这个领导 我感觉胡搞 哈哈 对 本来文化一起的 领导还要我哪画 不就我哪画 是 是 我觉得这也不合理 嗯 挺好的 他同城派主要就讲究说 就是你文风上别太华丽 你还是注重实质内核 对对对 注重对吧 逻辑 讲道理 嗯 明白 嗯 文学跟政治是相连的 就是相辅相成的 对 人家现在 如果针实哪个部门 那部门肯定好呀 是不是 嗯 就是自古到现在吧 都针实这个孩子的这个 对 对 对 有些地方不重视 是 读书啊 读得出来 我们这边非常重视这个 嗯 就是除非孩子自己不想读了 那没办法 是 不然的话就是父母 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 那父母他就是 人家借钱那些银行贷款呢 嗯 都容易给孩子读书这样 对 那孩子不读了 那父母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是 嗯 所以这个每年是不是同城上清华北大的也特别多 嗯 也有 嗯 他主要安徽就难考 985的特别多 人家我家里两个职子都考的都不错 嗯 都考的是尊校 都从高中直接考到这个尊校去 尊校 有一个都工作了 还有个在读尊校 是 马上也就三四零时间就出来了 嗯 这要好啊 比别人还清华的好 他出来了 国家包分配工作啊 现在你 对啊 大学生毕业完 你再好的学校也找工作也都能 对啊 他就是奉务的 国家包分配的 对 是的 稳定 同城该逛逛差不多了 文化的博物馆呢 吃的 嗯 然后 下一步呢 往 往 晚北 晚北加苏北那边走 嗯 所以 应该是偏 蹦步 偏 淮安 宿天 那个方向 具体在哪一个城市或者县城停靠 还没有 确定 刚在车里面又研究了一下下一个路线 现在想的是在 这个苏北这个区域 然后一开始搜的是洪泽湖附近 嗯 但洪泽湖呢 环湖包括湖周边的一些湿地公园现在太冷了 冬天了嘛 已经 嗯 我这次是从广东过来没有带太多厚衣物 嗯 也很难长时间在湖外有那种爬山啊或者涉水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又搜了一下洪泽湖周边几个县 嗯 嗯 的情况啊 现在初步定是四红线 四红线是在这个 呃 宿迁 呃 哎 是宿迁还还 应该是宿迁 呃 也是苏北的区域啊 苏北我也之前骑车的时候经过过 呃 印象不太深实话实说 呃 包括晚北呃 明光啊 五河 呃 四线这些其实都是骑车经过而已 呃 然后四红呢 然后四红呢 我选的区域是一个叫双沟镇的 呃 因为这个镇上有双沟酒厂 呃 可以去看看 呃 还有就是这个镇也是个古镇 古镇的话看看现在的一个样子吧 嗯 反正这条路线我觉得从时间距离 包括方向上来说是呃 比较一致的 因为我下一步我会往青岛的那个方向走一走 呃 从 安徽中部到苏北到呃 焦东啊 这块正好也一条线 呃 所以这一次也先不去晚北 呃 晚北河南交界这个区域 我觉得之后留一里 留给之后吧 呃 呃 也是一个可以去看一看的一个一个区域 呃 包括凤阳的这个小岗村啊 呃 呃 呃 苏州 呃 苏州 对吧 完北的几个城市啊 包括 呃 富阳吧 嗯 呃 也是人口比较密集 但是经济发展一般的城市啊 之后再看一看 嗯 再见同城 拜拜 来 安徽 合肥的 肥东服务区 环境还行 挺好的 安徽这边还算南方吧 虽然也过了长江北边了 嗯 到了安徽这边的服务区 合肥的服务区 嗯 感觉环境挺好的 合肥这几年发展确实不错 嗯 所以整体 刚才路过城市的时候 用件环境也挺好的 嗯 服务区里面其实就是个小商场 智能坑位 智能坑位 哈哈哈 一共两个人 哈哈哈 哦 这也是安徽的牌子 有印象 做的也挺大的 这个画风已经逐渐北方了 树木也像北方的感觉 嗯 去小村子 小镇子 就要开这种小路 嗯 而且赶上晚上 就是对面开过来会车的机会就很多 没法开太快 啊 都江苏了 通过一条小路道的江苏